好,繼續回來,會講第一章範圍 講到英雄與時勢,這個內容是巴斯德尼希米記的研究之一 繼續看 英雄與時勢,尼希米記 尼希米記有兩個因素配合得天衣無份 試想一下,假如建成的重責落在一個沒有尼希米這樣質素的人身上 會寫成怎樣呢? 同樣地,如果像尼希米這樣的人 鍾老子做過阿達斯西亡的走陣,又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呢?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尼希米記裡面 英雄做時勢,也是時勢做英雄 很多時候我們會埋怨教會裡面工作 又麻煩又困身,而伸出放棄的念頭 卻從來都不想這一切的難處就是為了磨煉我們 尼希米記就告訴我們 一切都好像要置我們於死地的危難 完全都是要再生的我們 讓我們成為更加堅強 更加能夠為他的國度肩負起責任 好了,有三個階段來研究他的生平 包括第一,就是走靜的時期 第二就是建成長者 第三個就是成為省長 首先就說做走政的尼希米先 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內容 尼希米是哈薩哈加利亞的兒子 就是屬於猶太支派的 明顯地他是生於二邦,也長於二邦 早年就出任波斯王朝 進官達至阿達斯西王 以及達馬士波亞王后的走政 這是一個極之崇高的地位 有人說那個是宮廷裡最親信和尊貴的官 也有古代作者顯明這個官階是極具影響力 我們只要回想起埃及的走政一事 心裏便會明白 有一日,今天尼希米的兄弟哈拿尼得知 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之不好 百姓受苦,經常都被欺凌 成門被焚毀,城牆被擦毀 尼希米聽到這個光景,心如刀割 就坐在那裡哭,悲哀了幾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 尼希米不只是發誓他受詩悲水 他還立下了心志,要肩負起重建城牆的大任 但談何容易呢?要跡身波斯皇宮固然不容易 但要忍退更加難 如是者,尼希米悲苦度過這四個月 他的健康又退步了,面帶受容 令到阿達士西皇察覺到他,問他發生什麼事 尼希米是有理由很害怕的 因為原本昔日凡在皇面前事後的 凡是面帶受容,就已經犯了欺君之罪 而尼希米在這個時候不敢造賜 祈求天上的神力管理,向皇講明原由 結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皇不單止答應了他,還大大地支持他 協助他,達成他見城牆的宏願 於是就完結了第一幕了 就是這個做酒證的尼希米 這一幕就告訴我,一個真正敬虔的人 和這個屬地的成就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我們經常聽說,在做生意上面 不可以同時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這句話其實是不合理的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來講明這件事剛剛相反 不單止在生意上面是這樣 當然作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在任何一個行業也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如果是持守著基督的原則 而在職場上面,在商業上面去奮鬥的話 成功就更加可以預期了 如果尼希米是波斯皇宮可以保持他基督徒的良心的話 我們今天在職場,在商業的戰爭上面 我們就不行了嗎? 就算是不行,任何丟了職位 總比出賣良心,話說好多 所以今天尼希米真的在職場上面的嚴 保守我們的自己立場 你的成功就會更加有補著 而面臨成功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站立得穩 以下就是巴斯德尼希米的研究 好,到這裡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講 OK